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肖战,杨子被曝二搭,出演古装奇幻剧,剧情,人设量身定做 说到近几年娱乐圈炙手可热的顶流小声,肖战肯定占有一席之地 无论是古装扮相还是现代装扮,肖战都魅力无限,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 至于演技,肖战明显进步很大,从陈情令的青涩,到庆余年的生动 再到狼殿下的成熟,肖战的实力越来越强 正是因为肖战各方面实力都很出众,所以他资源爆棚 迎来了很多高质量剧本,比如《玉骨遥》《骄阳伴我》等等 今年,肖战也再次迎来了一部质感上加的作品,那便是大道朝天 该剧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融合了玄幻、仙侠、爱情等元素,非常具有看点 而且,该剧作者猫腻的其他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后,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比如则天际江叶庆余年等等 这次大道朝天被改编成电视剧,肯定也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至于该剧的演员阵容,更是完美选角 网传大道朝天的男主已定肖战,女主正在接触杨子 肖战,杨子被爆二搭,出演古装奇幻剧,剧情,人设量身定作 很多观众听到肖战要和杨子即将二搭,纷纷表示支持 毕竟,他们角色适配度高,CP感爆棚,颜值又很高,能够二搭 对观众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愉悦的视觉盛宴 此前,肖战和杨子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 就收获不同年龄阶段观众的青睐,成功了填宠剧领域的爆款 这次,两人再次合作古装剧,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今年,两人合作的《大道朝天》主要讲述的是 男主警久在修仙路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奇幻故事 该剧的男主是一个长相帅气,英俊潇洒,稳重中又带有一丝俏皮的形象 不得不说《大道朝天》的男主形象,对肖战来说,简直就是本色出演 再加上肖战的古装扮相又很惊艳 他以男主的身份加盟《大道朝天》,肯定会带给观众与众不同的角色体验 至于该剧的女主杨子,她的颜值和演技,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同兴身份出道的吴磊,长大后颜值越来越高,演技也稳定提升,成为了业内人士公认的实力派小花 截至目前,杨子带来的佳作有《欢乐送香蜜》《沉沉浸如霜》《亲爱的》《热爱的余生》《请多指教》《沉香如谢》等等 这次,杨子以女主的身份加盟《大道朝天》,肯定会大大提升这部作品的质感 此外《大道朝天》的女主人设,也很适合杨子 该剧的女主是一个天赋异禀,稚气犹存,眼神忧郁,性格幽默的青山宗弟子 这个角色对杨子来说,简直就是手道琴来 《大道朝天》除了邀请到了肖战,杨子外,网传宋子也会加盟该剧 虽然宋子年纪尚轻,但是他在表演上很有灵气 这次,宋子以女二的身份加盟《大道朝天》,肯定会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目前《大道朝天》马上就要开机了,让我们一起静待官宣吧 杨子被曝在洽谈新剧与黄景瑜合作,双方争夺一番未至,名争暗斗 大家都知道由杨子和李宪主演的《亲爱的》,《热爱的》,一经播出那就是火爆的状态 而李宪曾是一位有走在网络剧多年,默默无闻的偶像演员,更是凭借这一部剧而走红 不得不说,这就是杨子望演员驻救世人气演员的力量 随着《亲爱的》,《热爱的》这一部剧的结束,杨子也是开始了自己的新形成 加盟的新综艺《中餐厅3》还在火热播出中,而他与肖战合作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的播出也让杨子的人气更上一层楼 可以说爆红之后的杨子试骗曰不断,大红大紫呀 而由杨子和吴亦凡主演的《亲三行》,原是著名的小说《三中路》这本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相信也是大家所期待的 吴亦凡在剧中的造型也是可圈可点的,有望剧的杨子在闭火 杨子不仅是实力担当,而且片约不断产量颇高 近日,据知情人爆料他从火光中走来,这部剧剧组邀请了杨子和黄景瑜,双方对这部剧都很满意,而且双方对一番未知都很感兴趣,明里暗里都想入主 黄景瑜在军装下的《绕纸柔》中出演,男主角和女主角李沁被一致公认,契合度完美,出位相当不错,各位老铁看好黄景瑜吗? 而杨子的军旅题材影视作品却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杨子现在可谓人气女王,黄景瑜实力也不错,网友你们觉得他们俩哪个会占位一番吗? 02.CCTV电视剧也期待肖战新剧,接连发文预测爆款花落肖战 眼看春节档就要到了,呼声极高的两部影视剧《玉谷摇梦》中的那片海,却保持稳如泰山的姿态,没有露出压轴开播的迹象 与此同时,CCTV电视剧接二连三发文,辽伯肖战主演的这两部剧 CCTV电视剧发布的长文2023,据期待,这类剧专出高分报款中,就提到了《梦中的那片海》 《梦中的海》是肖战的第一部古装剧,画面充满了那个质朴年代特有的气息,就像一张古老的海报,让人有一种回眸的感觉 这部剧属于原创剧本,是肖战最喜欢的作品类型 观众看不懂剧情,但因为对肖战的欣赏和喜爱,这部剧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多次上榜德塔文景气指数代播剧榜单 央视电视剧发布的长文中对他的讨论,丝毫没有脱离官方微博的介绍 却无条件预言他会是2023年的大热,这无疑是对他的最大加持 主流媒体 梦中的大海足迹遍及海南十岔海、横电影视城等地,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实景拍摄 从官方公布的花絮来看,肖战在这部剧中的表现非常出彩 整个人温润如玉,隐隐有一股叛逆和匪气 肖春生身上透着岁月的光彩,沉着,厚重,面面相去,表演老练,游刃有余 完全看不出他的表演是国内娱乐圈的顶级 挑剔的央视电视剧看过片段后觉得很符合自己的审美 得出梦中的大海是爆款的结论,着实不容易 而在央视电视剧2023国产剧出海的另一份报道中 玉古瑶被列为唯一播出的剧集 在玉古瑶还没有正式开播的时候 央视电视剧就发文称即将在海外平台上线 这份热切的期待,丝毫不亚于普通观众 玉古瑶是肖战记《陈情令》成名后唯一一部古装剧 曾有媒体爆料,企鹅原本将其视为灌水剧 令人意外的是,肖战定庄照公布后 更是迷倒众生,名声远播海外,地位超越所有IP剧 看央视电视剧的一贯行为 我从来没有把其他流量艺人宠到这种地步 还对即将播出的两部剧做了如此隆重的介绍和推荐 央视电视剧的一系列发文显示 肖战虽然颜值和人气都是一流的 但他的艺术才华更上一层楼 得到了观众乃至主流媒体的认可 范伊 作为粉丝,你觉得梦中的大海和玉谷瑶会成为国产剧中的佼佼者吗? 欢迎留言讨论 03.孟子义和张翰一起参加的综艺节目叫什么名字? 孟子义和张翰参加的综艺节目叫做《50公里桃花物》 两人在北京参加了第一季的录制 又名《50公里桃花物北京》 该节目是一档生活体验类真人秀综艺节目 众多嘉宾参与,他们共同生活 构建理想社区,同时建立深厚友谊 孟子义是一名影视演员 曾主演过《江夜陈情》《另艳云台》《沉香木片》《雪中情缘》等作品 张翰是一名演员和歌手 作品《有胜利的代价》随唐演绎《山山来了此心》等 《50公里桃花物》是一档云集众多明星嘉宾的真人秀节目 他们在节目中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天 记忆中,这段群居的经历也让很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有过争吵和矛盾,也有过温情相爱的时刻 回想起来都充满温情和感人 第一季节目《50公里桃花物北京》 参加嘉宾有郭麒麟、赖冠林、李雪芹、孟子怡、彭楚月、宋丹丹、苏芒、舒淇、汪苏龙、张翰、周杰、周夜等十余人 节目欢乐幽默、看点多多、带给观众说不定的观影体验 孟子 孟子怡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她是中国著名的女演员 孟子怡长相出众,五官精致 她是影视圈少有的美女 她出演过很多影视剧,尤其是古装剧 她在戏剧中的出现常常令人惊叹 孟子怡通过电视剧《战神赵子龙》进入影视圈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她曾出演过《人民检察官梁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悲伤》 《陈情令》《江夜燕云台雪中雪》 《镜中花》等多部《决战女儿国》 《陈香木片》等影视剧 孟子怡在剧中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并没有因为颜值高而忽视了自己的演技 她是很多观众喜欢的女演员 在她参加了《50公里桃花物》节目后 更多的人认识了她,了解了她耿直的性格 张涵 张涵出生于黑龙江省奇奇哈尔市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知名影视演员,歌手 她从小就喜欢听音乐,对表演也很感兴趣 经过大学期间的专业学习,我也具备了良好的表演基础 因出演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而受到观众的关注 进而进入影视圈 随后又主演了《一部小新爱上你夺得少女的代价》 随唐演绎带绽放《珊珊来了江湖传奇》《山海惊》《红影温暖》等影视剧中的表现 如弦乐《如果你好,就是晴天》等,都可圈可点 在《50公里桃花物》节目中,她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与其他客人的互动也很有趣 孟子义和张翰都是比较优秀的影视演员 在参加了《50公里桃花物》这档节目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两人也在这档综艺节目中展现了不同的才华 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不一样的个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